大家好,我是均佩框電附贈機 這一款是四零八蘭均佩框電自己開發出來的一個 實物增長燈板 這款燈板應該到現在有十一二年的使用時間了 當初這款燈板其實也是日本貿易商委託我們去幫它做開發生產的 那用到現在這麼久它其實有可以再升級的方式 今天就真正已經有使用過或是購買 我是未來想購買的 這款調光型的燈板 那我下面錄了一段影片來跟各位大致講解一下 它怎麼去從原本的48瓦升級到95瓦的一個功率 那怎麼去做調光的一個 這個是這個燈板的光譜 未來它的光效加大 光譜並不會有任何改變 會改變的是它的MICROMOS的亮度 它的基礎電路板 我們也沿用這支一年前日本客人請我們幫它開發的這套電路 它的電源供應器都是配置這一顆 LPV E100 24 LPV是名為電源供應器的一個編號 100是它的瓦數 24是它的定電壓的輸出電壓 我們現在改成這一顆 ELG100-36A的 36A代表它的輸出電壓 然後100是它的瓦數 然後100是它的瓦數 這一次直接升級的方式 就是利用電阻的一個順電壓差 去改變它的電流 那原本是24伏特 我們現在升 利用這一顆我們可以把它升壓到 這樣看得到嗎 新的電力 エヴ 1 3 8 看得出來嗎? 可以嗎? 用錄的還是? 錄的 這是我們一般的溫度計 那一般的紅外線溫度計 它會有因為距離的因素 然後會有因為溫度的因素 會有因為濕度的因素 而造成溫度計上的數字有所變化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用這種線控式的 線控式它是直接接觸在發熱體表面 所以它的相對溫度的差距會比較小 那這一個是觸控式的 它現在是第四個藍位這裡 它正在慢慢加溫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燈板的溫度 都大概在40度左右 好 40度是一個很OK的溫度 然後這個是它現在的耗電量 80瓦 現在是最暗的時候 現在最暗是幾瓦 就看一下 29.9瓦 它沒有辦法完全歸零 那我現在再慢慢的往電流讓它輸出變大 電的輸出變大 它的相對消耗功率也會變大 那當然亮度也會直接跟著變大 有差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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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CROMOS是在32 這跟一般用白光或是所謂的全光譜 兩側的MICROMOS它的 計分標準不一樣 這款燈它是單純只有紅光跟藍光 一般生物視覺 舒適光的黃光跟綠光的螢光粉是沒有加進去的 好我現在接著把它調大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的瓦數 大概在53瓦 53.5瓦的時候 它的MICROMOS已經升到53了 接著我們現在調到95.3瓦 它的MICROMOS已經升到82 不管是之前購買 多久前購買的這一款 只要是跟我購買的這一款燈板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將原本的是紅巴藍的植物生長燈板 直接升級到90瓦 90瓦這樣的一個輸出功率 好謝謝 並且沒有信念 高度指foreだ 二人 提搬 似乎 好的 國立正